九七的泥 圣诞老头 说的是把外吗 这个圣诞老头在运输的过程中 出现了货物的清洒 然后他回去跟老板没有办法交差 老板把他披着干准熊了一顿 圣诞老头请求老板的原谅 老板却说你不要以为你坐在这个位置上 你就真以为你自己是圣诞老人了 随时嘴里无数人可以贴在你的位置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然后圣诞老人就厌下了这口恶气 毕竟去拿着工作都是一样的待遇 看到这个泥的一瞬间自己脑补了一出大戏 这个我没有来得及解救 其他的都解救了一下 它这个味道有一点生无花果的味 这个小盒子还是挺可爱的 顶上是圣诞老头的偷顶 下面是圣诞老头的工作服 圣诞老人长得像粽子一样 它这个泡沫球的含量非常少 不太影响你整体的这个体验 小小的一颗泡沫球像鱼眼一样 捏泡泡的声音也是很脆的 扯步的体验也不错 这个底胶是我刚刚喜欢的那种手干 柔软柔润度厚薄程度都刚刚好 这个泥挺不错的 起完泡之后没有丝毫的破碎感 很绵柔 像那种又贵还不大碗的乳霜 封面是一颗裂开的肝脏 只要你连续熬夜24小时 你的肝脏就会这样裂开 这是什么绿啊 草原绿 最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睡到三点多 又陷入了无底的情绪内耗 哎人嘛 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睡不好觉 这个泥整体比较软塌 和那种常规的重色系的史莱姆的手感都是差不多的 这团绿色很像是赶海的时候一大团的海藻 回去晒一晒就变成了海苔 昨天我朋友来玩我强烈要求给他化个妆 验收一下我最近的学习成果 他就一直在婉拒 最后我还是把它给按到了那个断头台上 完事儿化完以后自己美的盖那儿举着手机自拍拍了20分钟 我就知道 有些事情就是那么微不足道 但是尝试以后心情会变好 这个起完泡之后比上一个更蓬松 但是手感没有上一个那么舒适 野蜂复活抗敏乳 感觉野蜂这个东西本身就像致敏源一样 这个是一个比较轻柔的水潭 就有点容易化 这是解救过之后的状态 它非常的柔嫩 像一大罐乳液 什么时候人类能够进化到 屏蔽到自己的某一种情绪就好了 而且我发现人就是在崩溃的时候破防的时候 越是想控制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情绪就像泄洪了一样 酷叉酷叉的往外蹦射 是一个很柔嫩的 像布料一般柔嫩 有点不太好把控 昨天我用很滑的筷子吃了很滑的菜 什么炒猪血啊 什么溜蘑菇那种的 然后再配上很滑的筷子 那真是非常极致的一种体验 这怎么加硬了之后 它不够硬挺的 一直不太懂这种特别细 又不太好拉网格尔尼 它究竟该怎么玩 才能实现利益对大化 很丝滑 但是重量也比较重 所以它现在就比较快 玩白色的泥会让自己的心情特别的平静 平静 太过于平静就会感到沮丧 转一下 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